同学们大家好 欢迎回到AngryBot实力分析以及游戏发布流程 我是你们的Chelen老师 好,下面来看一下我们本期的思维导图吧 那么结束了我们上期的Angry案例分析的话呢 接下来就讲解我们就是游戏开发中的最后一步 就是我们的多平台发布 当然也不是游戏开发当中的最后一步 我们游戏开发整个项目游戏完成发布的时候 发不出来了 还要经过测试等等系列环节 但这个是我们作为研发来说的最后一步 就是我们的游戏发布平台 那么我们游戏的多平台发布呢 我们基本上的话呢 现在使用Unity开发主要就是三个平台 一个是网页平台 一个是安卓平台 一个是iOS平台 当然还有一部分游戏呢 会发布成到PC平台发布成EXE 就是我们的一个端游 但现在端游啊就是有其他的一些引擎来做端游 用Unity做引擎来做端游的呢 稍微比较少一些 好 那么我们的课程目标呢就是了解多平台发布的基本概念和知识 就是发布到每个平台的话呢 我都会对应的讲解啊 发布的一些方法 以及可能会遇到的一些问题 以及处理的方法 当然啊 每个人的环境不一样 安装的就是版本不一样 可能遇到的问题也不一样 以及啊 在发布的过程当中 可能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杂七杂八的问题 大家可以在我的视频下方给我留言 我会给大家啊 在定时嘛 不定时的给大家进行一个回复 好 那么我们的一个重点难点呢 也就是我们发布过程当中遇到的问题处理 以及啊 相应平台的一个处理 那么考核目标呢 就是知道如何把程序发布到PC 网页安卓还有啊 iOS端 啊 那么课时呢 就是一个小时 那么今天我们给大家首先讲解的 就是把我们的啊 游戏呢 发布到我们的网页平台 好 啊 这个的话呢 就是啊 我们为大家制作的就是多平台的发布 其中呢 会给大家分享一些经验 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 好 首先我们就来看一下 就是我们的发布到网页平台 然后大家还是把我们的Unity打开 啊 我这地方还是使用的 我们之前的Angry Bot的案例 然后用这个案例的话呢 来给大家讲解发布到我们的不同平台 啊 因为我的机器呢 啊 这里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 因为我的机器呢 是Windows的 然后发布到iOS平台的时候呢 呃 的后续部分的话呢 可能就需要 啊 我会给大家稍微的说一下 然后的话 啊 后续的部分呢 会给大家稍微讲解一下 但是我这个地方 没有办法做演示 好 那么首先就是 我们打开这个工程过后 我们可以在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我们 在Edit的下面呢 我们一般比如说这工程已经做好了 我们的找到我们的Sense 比如说这个地方啊 已经有了我们的Angry Bot 这个就是现在我选中的这一块 就是我们Angry Bot的一个Sense 然后我们在啊 Project Setting 不不不不在这儿 在在在在 在这个地方 呃 这儿Build Setting 然后有一个Player Setting 啊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发布的一个就是设置 好 我们再来啊 思维导图这个地方可以看一下 我们进入到Edit Project Setting 就Player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发布的啊 就是一个的设置的一些具体的情况 那么这个在我们之前的就是啊 案例当中就是视频当中呢 有讲解一下就具体的一些内容 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稍微的再复习一下 因为毕竟也有那么长时间了 啊 这个就是我们总的跨平台的设置 好 我们首先就是我们啊 基本的跨平台的一个设置区域 可以选择就是这个地方 这一块啊 就是可以选择我们的company name 比如说我们这个defaultcompany 这个就是我们的 比如说叫Challenge Challenge 就是我们的ChallengeLoc 是不是这样写的 就是有限公司管它呢 反正这个就product name呢 就是我们的比较productxy 啊 capturec forlesson source 就是我们的 这个我们可以改成angry bot 这是我们angrybot 但这个地方的话呢 还可以比如选择一个游戏的图标 啊 比如随便选一个吧 比如说 就这个就是安装的一个图标 我们选择一个 这个不知道有没有通道啊 那就选一个 随便选一个吧 就这个好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鼠标的那个手 我们就不管它 那就是costal的大小也不管它 好了 这就是我们的基本的一个设置 其实这个地方的default icon 就是我们比如说安装到手机啊 或者就安装到苹果上面的一个默认的显示的一个图标 嗯 好 这个地方就也就不讲了 然后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不同的平台的设置了 那么对应的呢 有分辨率和描述设置 啊设置 图标设置 项目启动图像设置 以及其他设置 这地方就分成四块 比如这就这四块 就是resolution and presentation icon splash image other settings 就这四块 反正基本上每一个都是这四块 啊 有些可能会稍微多一点 安卓会多一点 还有一个发布的一个设置 这些对应到后面的时候 我都会给大家啊 不一样的地方呢 我会给大家讲一下 好 那么可以看一下呢 就是resolution and presentation的设置呢 就是分辨率与描述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resolution and presentation 就是我们的default screen wilds 比如这个地方的话呢 默认是960x600 那么待会我们发不出来的呢 啊 也就是960x600 啊 网页上面也是那么大呀 大概也就合适了 running background呢 就是它 在的时候呢 是在背后的加载 好 就是播放器失去 jogging的时候 释放停止于行 就是我们它是否在 在背后加载 这个意思就是说 我们比如说 我们在发不到网页啊 如果我们切换到其他的应用程序的时候呢 啊 它是否就停止游戏 那么如果不是呢 就勾选此项 好 那么我们的webplayer template 就是我们的网页播放器模板 black background 就导出的3D页面的背景颜色是黑色 啊 等等这些啊 我们都可以进行一个选择 可以看一下 black background 就是我们导出的页面背景呢 是灰色 黑色让我们先选一个黑色 但是待会导出这个场景呢 黑色可能会好看一点 好 default就是这三个就导出的默认 默认白色 默认颜色是白色 好 noncontact menu呢 就是屏蔽我们的右键菜单 啊 icon的网页中呢 不需要进行设置 splashman也不需要 这些就不需要设置了 这些下面就是不需要啊 就没有这个 这两项的话 再发不成网页的时候呢 就没有 那么r setting的会呢 会有啊 渲染就是第一个是我们的render pass 就是我们的是顶点光照 之前也给大家讲过 就是大家可以在这一边再详细的看一下 到时候啊 这个文档也可以看一下 还有就是我们的color space 就是我们是选择哪种渲染方式啊啊 first stream level 就是默认手心加载的关卡索引 默认为零 就是在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看一下 first stream level 好 那么 嗯 这地方是这个 然后我们就继续往下 那么 接下来呢 就在build setting选项当中呢 这种build setting 再打开一下 在我们的edit 在file 这个build setting里面 我们打开 这个就是我们的build setting的一个窗口 啊 然后啊 正常情况下 这个地方是没有的 然后我们可以就是add current 就是把我们当前的啊 场景给加载进来 比如我们add current 我们就把angry bot这个场景给加载进来了 然后当然有多个的时候呢 我们还可以啊 加载其他的 当然这儿大家可以看一下最后一位 那么就是零 就表示我们首先运行的是这个场景 因为我们游戏的话呢 肯定不止一个场景 比如说有我们的主页面啊 有我们可能还有几十个关卡 然后还有啊 比如说特殊的一些模式等等 然后可能我们不同的页面场景之间 都是有啊不同的.unity的这种啊场景构成的 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呢 加载的时候 0的话呢 首先就是我们的默认啊 加载启动的页面 我们启动页面的话 就是放到这个第0个位置 那其他的对应的话呢 就依次往下 然后后面呢 我当然我们做不同的跳转的时候呢 这个没有关系 好 然后这个地方呢 我们啊 默认的时候呢 这个地方它是啊 switch platform呢 就是默认的时候呢 它是啊 PC平台的 然后我们对应的 就需要把我们的这个平台转换到 就web player或者iOS 或者安卓或者黑莓 还有还发不成flash啊等等 还有就是我们的winphone等等 还有google native planet等等 反正这些还很多嘛 现在有xbox psps ps3 还有wii都能够支持了嘛 然后我们现在就把 因为我们发不成网页 就发不成web player 然后我们把啊平台切换到web player上面 因为我刚才切换过一次啊 速度稍微很快 比较快 其他的安卓和iOS的话呢 会稍微慢一点 好 那么我们在接下来的选项中呢 我们选择到我们的web player 然后把当前场景添加到了我们的sense中啊 这这边就啊 就刚才讲了嘛 然后因为是发布到网页版本的 并且是单机游戏 所以我们勾选一下offline deployment 这个地方 就是offline deployment 就是我们的 这个就是我们的啊 离线 这个地方我们先不勾 就是啊 先变成就是网了 就是是必须要联网的 待会后面的话我再给大家演示一下 那么这就表示我们可以在离线的状态下运行游戏 就是我们勾选了offline deployment 那么不勾选的话呢 就是必须在联网的时候才能运行游戏 那么这个大家根据实际情况来选择 不过这个没什么选 就是我们的网页游戏呢 基本都必须要联网才能游戏 你要去下载数据啊啊 需要连接服务器啊等等 那么stream的表示呢 加载3D界面的时候呢 是否以流的形式来加载 这样能够提升的啊 加载效率 这个地方我们也暂时不选 也没什么啊 3D的东西 页面嘛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再继续往下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点击发布了 然后就说明点击build 然后因为这个地方就是我刚才啊 新建了一个文件夹 然后大家也可以自己随便在其他地方建一个文件夹 都OK 然后我们就我们buildweb webplayer 好 我们就把它放过到我们的这个buildwebplayer里面 然后我们点选择文件夹 好 然后它就开始build了 然后这个build的过程呢 就是根据你的内容 大小 因为这个angrybot的内容也不是特别多 啊 应该不会太长时间 啊 然后build好过后呢 提前预告一下 它会生成两个文件 一个是htm文件 就是我们可以直接啊 打开双击打开的一个网页文件 一个就是我们的运力3D场景文件 啊 看一下还差一点点 那么只要双击的我们这个htm文件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在网页中运行我们的游戏了 当然需要在编译完成过后才可以 这个还差一点点 啊 那么有可能哈 这个地方大家那个地方呢 没有就是我们的unity啊 的一个网页的一个插件 这个没有关系 就是大家可以在啊 网上进行一个下载啊 后面的话呢 我会把这个插件也一并放到我们的百度网盘里面 好 这就build完成了 我们双击这个buildwebplayer 可以看一下 就是刚才那两个文件 然后我们再双击这个htm 然后他就打开网页 然后就运行了 同时呢 他会加载 你看有一个加载过程 看到没有 在我们这个网页上面呢 嗯 我们的这个游戏就运行出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然后和我们在unity里面的操作呢 基本上啊 是一样的 内容也是一样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一样的就能够操作了 这就是现在很多的玩游戏 做的也越来越好看 也是啊 一些比如3D的玩游戏 都能够做的比较好的话呢 也基本上啊 都是使用啊 这种方式来进行制作的 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刚才就是我运行的时候 加载速度也啊 也很快嘛 你看这效果就能够实现的 在网页上实现的效果 也现在也很好了 也支持的性能也很好 说明unity的性能确实也很强大 对 好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这个游戏呢 其实就发布就完成了 也还是挺简单的吧 当然有可能大家在 自己在发布的时候 还会遇到一些其他的问题 就没有关系 遇到问题 我们解决问题就好了 好 这可以看一下 我切下来过后 我但大家可能听不到声音 在我这种呢 其实是就没有声音了 就表示他其实在后台运行的 就刚才我们说的那个 background也就起作用了 好 然后的话呢 我们之前呢是由于没有勾选offline 选项 所以有一定的局限性 速度也稍微有点慢 我们再把那个offline勾选上 再发布一次 就我们可以看到生成的内容变多了 那么离线加载呢 其实就是把远程的 就是js脚本文件放置于本地文件夹 进行加载 那么简化了远程访问的一个过程 那么就算我们把网络断开 也是一样能够运行游戏的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继续来勾选一下 offline deployment 我们点一下build 然后还是给他发布到这个地方 我们点一下 这个地方会再等一下 但这样的话呢 可能稍微发布的时间会稍微长一点点 他会把在本地多生成一些文件 然后这些文件的话呢 其实相当于就是一个网络化 和一个本地化的过程 网络化的话呢 其实是把一些东西放到了网络上 然后通过我们的网络去下载下来 然后到本地运行 那么如果全部放在本地的话呢 就是所有东西都在本地 但是就有一个坏处 在本地的东西呢 有可能会被一些就是修改器啊 或者就是一些懂程序的方法呢 他修改一些数据 让这个游戏就变得没有意思 所以现在很多游戏 包括一些单机游戏都网络化了 都必须要连接服务器才能运行 本来现在的话 再加上2G3G啊 4G甚至5G的速度啊 都出来了 速度都很快嘛 连接网络的速度很快 大家流量也很高 甚至现在流量也不清零了嘛 然后啊 这一块的话 其实基本上现在都在 我朝网络化啊 端游化的这种啊 移动手移动手游的话 都朝这个方向在发展嘛 然后随着手机性能也好 然后支持的效果也能越来越好 虽然在手机上的操作性啊 一直没有办法很好的解决嘛 好 我们这个也发布了 我们现在可以看一下 现在文件就多了两个 就是把我们的一些GIS的文脚本的话 也放到了本地 好 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同样的和刚才其实也没有什么区别 只是说我们断网的话也是能够运行的 我们不连接网络也能够运行 好 这个地方也就不再做过多的一个演示了 看这边就两个两块其实都 就不同的网页 其实都可以 比如说我们玩网络游戏的话 网页游戏的话 同时也可以开两三个 也都是OK的 因为每一个的话都是一个端嘛 好了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基本上就这样 就是发布网页的流程就是这样了 当然大家这个只是很简单的一块 大家如果还需要了解 就是比如说我们如何和服务器通信啊 客服端的一些消息传递啊 数据传输等等支持的话 我们在会在后期的一个实战课程中 会有详细的讲解和操作 希望大家到时候也可以继续的关注和学习 好 谢谢大家 那么本期的真言的话呢 我这一条没有写啊 其实我 我每次的真言啊 这段也给大家谈谈心啊 就是每次的真言呢 也是希望大家 能够积极向上传递真能量 在生活学习的过程中呢 分配好时间 然后永远的 永远的不放弃 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